台灣光榮表示 預計今年9月30日要推出最新作品 魔獸戰士ZERO 这是由曾经开发超人气大作 真三国无双系列的研发团队 尝试开发动作RPG类型的新尝试 当初在1999年曾推出PS1 主机版本获得极佳的口碑 这次的魔兽战士ZERO 算是前传的作品 并以三人一组的动作RPG方式进行 以一档千的大规模战斗 丰富的多元化技能发展 高度自由的分歧剧情系统等等 是光荣信心满满的大作 另外游戏同步发表了豪华特点 同捆的超值盒 除了游戏软体之外 并附赠特质视觉画册 原生CD 两幅特质海报等限量精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